旺角街頭大筆活動 這一天有人擺擂台蒙眼竹象棋 看到連小朋友都想挑機 大家留意桌上的盲公竹 還有盲人專用的棋盤 在街頭挑機的 是只得一成是力的楊恩華 只有19歲的他其實是盲人 今年全港個人公開賽中學組 他就拿第六名 和廣州視像象棋第五名 立即在象棋界爆紅 其實兩年前他才剛學象棋 我的學校有四大高手 四個視像人士都很厲害 之後我的老師都是視像人士 他說他很厲害 我們也不服 想跟他比較一下 他們打算四個打一個 誰知半個小時全軍覆沒 於是他才低起心肝 上網背棋譜找人對戰 在2014年一年就捉了一千局 營造三百多盤 但輸的就是七百多盤 最後都是刪除了這個用戶 他最初只懂得背棋譜 後來遇到導師 嘻嘻才幫他打通任督二脈 旗子的分佈是他們在看一本書的時候看不到 這些都是要克服的 首先要知道術語 三一是鵝蟲位 三二是釣魚位 三三是高釣位 其實這些位是有名的 旗子就是術語的名字太長了 本身是大律師的義工導師黎明 他研究了一套座標 可以又快又準確地表達位置 重點可以用來教殘局的殺雀 我才明白我之前背道的這些是 為什麼或者為什麼不是 這樣才幫我理解 對象體理解多了很多 古時下棋又叫手談 即是不需要說話都可以精神上交流 挑戰者善生在後段就是蒙眼下棋 他最後輸了 但就充分感受到看不到東西的困難 我要摸回那些棋 因為我都不太記得自己的棋 所以覺得楊欣說他很厲害 可以知道整個半年 記得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棋在哪裡 問楊欣說 怕不怕輸給見識人士 他說真的不介意 只是想有人陪他抓棋 我也希望多些見識人士 可以跟市長人士抓棋 敵人士 現在是怎麼會說 他把棋在腦子的棋 我會搶進來 我可以說 快點